以下我们再连线到光大保德信的田大伟先生 您好 田大伟 您好 主持人 对近期的市场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的 减后的市场起稳回升 我们认为可能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点是外卫市场的起稳 国内发改委基建项目的批复 导致国内市场的风险偏好在上升 第二是国内通道水平的回落 增强了对市场流动性宽裕的预期 第三是上市公司的三级报业绩 是好于之前市场的一致预期的 我们判断目前上述三个理由仍然是成立的 所以我们对市场是景深乐观的 在行业上我们认为三级报业绩好于预期的 比如像传媒等成长性的行业值得关注 谢谢